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文化中国 我是主持人马东 我正在看的手里这本啊 是在陕西家喻户晓的一个琴枪剧团 一俗社百年纪念的画册 在今天的中国 一个剧社有一百年的历史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其实在世界文化史上 一个能够持续一百年的剧团 也并不多见 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我们整个社会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化 一个剧团琴枪又经历了什么呢 有一段小片和大家分享 中国琴枪的发源地西安易俗社 刚刚迎来百年华诞 这样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剧社 致力于发展拥有三千年历史的琴枪 在百年的争荣岁月中 有怎样的兴衰 今天的易俗社 是否还要以一丰一俗为宗旨 他曾有过的华丽转身 是否能带来琴枪的重生 一部梦回长安 带来了新时代的琴枪气息 可琴枪究竟是夏里巴人 还是阳春白雪 以发展琴枪为己任的易俗社 在文化市场里要如何摸爬滚打 文化中国本期问话 百年易俗社 琴枪的一丰易俗 看了这段小片 我们现场迎来了我们今天 来自陕西 来自西安的三位嘉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这位是西安琴枪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雍涛先生 雍涛先生旁边的是国家一级作曲 江云芳老师 然后最那边的那位是西安 艺术研究院的严敏学研究员 严老师您好 刚才我在前面介绍说 在世界范围内 一个剧院能够存续一百年 是非常罕见的 雍总 我这么说不过分吧 不过分 因为这个易俗社 也号称是世界三大古老剧社之一 与这个莫斯科大剧院 和英国的皇家剧院 并称为世界古老的三大剧社 那两个剧社 有一个剧社 英国的皇家剧院 也曾经遭过两次的失火 就烧的啥都没有 后来又重新的复建 它里面也有芭蕾舞团 还有什么歌剧团 还有别的 它是这样 不像艺术社这么一直 有记载 有传承 一百年的一关道地 每一代传承 百年来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每一个时期 谁是社长 谁是社员 我们的当然是非常完整 艺术社 一百年的历史 让我们去回头看 我看这个画册的时候 刚好和辛亥革命到现在 基本上这个时间是重叠的 那我也想问问几位 艺术社成立的时候 和辛亥革命 和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间 什么关系 于是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 于是在创始人 都是同会的成员 他们建立 于是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 就是说 推翻一个政权用意 要建设政权 要倾斥奉建社会的舞女作祟 使老百姓建立新的社会 持续新的 新的社会倒退 那是困难的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实质的 所以只有吸取这种形式 是最好的 实质的不实质的都能接受 要用人民群众西文乐建的 党籍的地方系 寻想这个古老的 最终这个形式 来给人民进行教育 艺术社这个名字 是当时就定下来的吗 就当时定下来的 总字是 凯其免之 以逢艺术 付出社会教育 救助平函子弟 我看这个艺术社的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 因为我们能想象 那时候的戏班子 班主要么原来自己是挑大梁 就是视觉 能带领一个戏班子 要么自己是管理者 就是他能够签演员 能够组织演出 但是艺术社的两位班主 就是两个创始人 发起人 是两个剧作家 这两个创始人 实际上 他们过去跟戏都没有关系 实际上他们就是 当时的大文化人 可以这么说 都是全清的举人 李同学 他是当时议会的议长 当时深海革命后 多多福的顾问 他是大文豪 当时给他的任务 就深海革命后 要守信的山西同事 就山西的革命室 称他是修治 修事局的正川 就是正面级 正头 这个孙仁瑜 孙先生也是一个大教育家 他这个是孙中山先生 那个金布斯像的影像 他也是同学会的成员 他在创建预设之前 他已经是山西有名的大教育家了 他就认为这个 要改变社会 只有通过西区 西上的历史知识 西上的文人 出身的哲学知识 都是靠西进行教育的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建 我要创建立新剧社 也是新剧本 改变新社会 是一句说 充分发 义俗社百年创立之初 不是像戏班子 说以此为生 然后卖以求生 不是这个概念 他是两个读书人 两个对社会有影响的人 两个同盟会的会员 希望通过琴枪 这么一个老百姓 能接受的这么一种方式 把新故事 新思想 新观念 唱给老百姓听 对 是对 因为我们能理解 就那个时候大概 全中国的这个 十字率不到百分之五 真正能够念书的人 对 没有几个 这是高台浇花 戏曲 还有一个就是 它是通过故事 给大家宣传 教育 都得 艺术社成立之初 整个影响怎么 生意怎么样 有固定的地址吗 开始没有 开始没有 他的计计 学生的记忆场戏 是在城隍庙的行为传言 因为他开始出去 没有经费 发起人 虽然有160多人 有130多人 都相证性的选择 靠那 那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他基本上的经费 就是靠各方面斩走 艺术社的成立 不是他们是投资人 然后来通过这个 来进行经营 他不是母财的手段 他不像原来那样走街串巷 不像说是挣些钱 然后维持一步 他不是完全为了走江湖 谋生 不是这个意思 他完全是出于一种 以夫仰丸 民族的这种忧患意识 民族的一种担当 成立起这个巨社 高抬教化变成了他的第一个追求 应该说在百年之前 琴枪是以一种原生态的模式 是 在街里街坊之间流传着 但是到艺术社 一些读书人开始把它提炼 总结归纳起来 然后把一些戏进行重新的改良 对 让他有一些时代精神 对 对对对 而且他把它推薪方式改变了 推薪方式 他学校化 都是前缘后校 前面演出 后面排练 对 后面实际上是学校 连学习在排练 当时他那个美气的学员 他是教育厅发文凭的 来藏西的小孩啊 都是家乘贫寒 培养一个好的艺术家演员出来 你没有文化不行 所以文化显大技术 他从小学搞笑去重培养 搞笑靠师活歌 经过教育成深海 是吧 参与靠师给他发文凭 在这技术上 再进行西区专科的教育 这里面艺术社培养出了后来 对琴枪发展有作用的折磨 依据是他一共培养的食物 培养出来了六倍多的琴枪演员 当时有一种说法 叫北梅 南欧 西流 西流 北梅是梅兰芳前 南欧指的是欧阳如前 欧阳如前 西流指的是琴枪里面一个演员 就是一句说的 受批演员当中代表人物 就是头牌 刘真淑 刘真淑 这个是一批成名成家的 中间演员的代表 二十一年到了武汉去演出 在武汉就成立了一个医学粉社 在武汉带了一年零七个月才返回西安 所以在武汉演出就 刘真淑得到一个 给梅兰芳 武汉带进去三里的称号 刘真淑这个人啊 虽然年轻 他心思很重 他对演戏非常认真 他对戏的人物的理解 他把全部心思都 曾经几次去看艺术社的戏 露兴讲学的时候 露兴在艺术看戏的 他看得懂吗 你这里有原因 艺术社的施政 绿南中 绿南中就是他的头像 迎接他的艺术社的党街的社长 只要讲少性人 是他的小老乡 你见露兴上 当然讲得一口少性话 是吧 露兴就吃惊 当前晚上演的戏 赏进一 正是这位小同乡 这个御兰宗社长 自己的作品 所以露兴更加细次王位 学课程五十元大洋 全部选给艺术社 并亲密为艺术社提笔了四个大字 古调独坛 我也是一页一页翻 看这本这个资料 西安事变的时候 说艺术社当时那个剧院 是西安事变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和背景 这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那个掌学两个阳护城 都是陪着在艺术社看戏 陪着蒋介石 晚上看戏看戏 看的是贵宗园 掌阳两人早就商量了 现在就是选这个选当的十几年 嗯 只有请到艺术社去演戏 看戏 才能够支持人 好 聚能一起 杨虎成将军邀请赴西安视察的蒋介石等中央大员在艺术社看戏 西台上文臣武将才子佳人 西台下张学良和杨虎成谋划行动步骤 此日发动了西安市民 这家普通的琴枪巨社见证了这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惊险瞬间 49年之后 当时北京啊上海啊很多这种戏剧团体 都面临着一轮新的变化 有公司合营啊有政府接管啊 艺术社当时是什么样的 当时这个情况啊 艺术社因为在解放之前 那它的影响已经非常大 尤其在中国的戏剧界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来接管呢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毕竟是一个社会团体 但是对于艺术社这个团体怎么样一个定位和定性的问题 这时候是这个当时时任这个西北局的书记 就是习仲军同志 对艺术社是很了解的 而且也了解到它的进步性 它的革命性 所以呢 既然市政府接管 艺术社这个大会上 习仲军同志就要求 西安市的市长 这个不能叫接管 叫接办 因为艺术社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进步的团体 所以我们不能像这个对待那些反动的封建的那些团体一样 一定要叫接办 所以当场就把那个横幅上的字都改过来了 这一字之差 而且要求这个 西安市市长 市市长每一年要播出多少的这个经费 艺术社 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这是对政府都是有要求的 就是可见 其实就49年之后 当时西北局也是看清楚了艺术社在社会上的这个影响 和琴腔这个艺术形式在整个西北的这种 宣传作用 宣传作用 这种教育作用 艺术社作为这100年中有亮点的一个时期 就是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 是进京演出 进京演出 进京演出 所以 这个呢 是当时因为艺术社解放之后 也出了那么多的戏 出了那么多的演员 在全国依然有那么大的影响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也是我们的老乡 过去关心过艺术社的这个习仲勋同志 对艺术社进京特别的重视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都看戏了 都看艺术社的这个3D学了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 当时邵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外地 在武汉出差 回来之后也专门给他加演了一场 评价都很高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包括这个画册里面 有很多我们的演员 跟领导人的照相 基本上都是那一次 那是秦湘第一次进京吗 1932年 1937年两次 也是余设进京 那就是余设从武汉回来以后 又经历了十年的培训 艰苦奋斗 又创造起了 二百多本新曲目 他带上这批曲目 只要是维稳均对的 这回家 四个年 艺术社的爱国戏曲 环武河山 山河破碎 受到世人的追捧 广为传承 极大的鼓舞了官兵士气 他唱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用独特的文艺武器捍卫着中国人的尊严 从49年之后 新的剧目排演 新的演员出现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90年代中后期 随着琴枪跟其他的剧种一样 市场不景气 外来的这种艺术形式很多 同样对琴枪有所冲击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找不着市场 一年的演出很有限 而且当时在计划体制下 那样一种境况 就是差额工资 也拿不全的 60%的工资 40%要靠自己 自谋生路 要去挣 等于是挣奖金 那么这个时候市场又那么的不景气 所以这段时间呢 就是很多演员也在 在字幕 我们坚持改制的一个总的原则 就是出人出戏 出效益 您也是从曲江这个渠道进到艺术社 交到曲江之后 半年我接管的这个琴枪剧院 您是到百年的时候的这个当家人 我是特别的幸运 能赶上这一百年的庆典 这个责任也不及了 所以你要对对接艺术社 对对接山是琴枪观众 这几年我们在艺术社的这个发展的问题上 经过改制 真的是激发了艺术社的一种新议论的活力 那么这几年创作的一部是柳河湾的新娘 一部是琴枪 这两个戏呢 在国家也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 包括这个国家 全国的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同心四季 曾与你一亿苦 强烈 但与些相随 但等万年 全都结 就要尽不得了 留下 留下 开笑鬼 开笑鬼 看那些掌头的 真花ience 根黄蜂蜂蜂蜂蜂蜇 肉贝虫 惊心价 贴死你 偿了假象 常常惊心价 啊 后一上大琴枪 哎呀哎呀 这车难放 哼一巴黄一哭 哎哎呀 当情回家 琴枪这种剧种在陕西 在西安家喻户晓 离开陕西之后我们对它的了解就是外地人 别的地方的人对它的了解呢 就局限在几个很特定的窗口里面 对西北人的印象啊 对西北那个自然环境高亢的那种印象 还同时就是对西安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古城的那种印象 这都是它的背景 我们现场呢 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琴枪 之后一段广告 回来我们跟大家讨论后面的问题 门面三个人 天的藏花 阳一段风格 以及аф主 太逼早 eds后 毁逢属赫之后 ned的布团 要修少再一跑 无奈与他把枪架 交一声飞被你听断笑 轮起他悲心施涯少年左思 太狂浪就与他端心又无法 藏不借你我借没帮口定 借你却依然不一样 先欢迎许在公堂夺监牢 藏妙方虽不知妹妹假流浪 一顶姐儿不想让 必然似牛女两分长 知着乖他把月霜 不知这儿半都逆不了 此独刀大然遥游 庸然凉 狂且夫妻安一场 且夜晚月明归花封 猫二丁 猫大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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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圆耗似广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义族社 传承着一封义族的宗旨 阿富斯不财的数字 就是高带浇花 琴枪为何要高抗击啊 就是那喊出来 特别过瘾 撕裂的那种感觉 改制后的义族社 又会有怎样的变革 把琴枪的市场 进行一些细分 夏季文化中国 与你一起探讨 我只想让相声上了那个市 他们前面的历史责任是上台 你的责任是上市 做品牌 做品一个中国的品牌 它的冲击力会比原作还厉害吗 琴枪就是 它的唱相方面能体现 那个陕西人的性格 粗矿 永远也忘不了 赚了四块六毛钱 倾听智慧声音 探寻文化价值 我是马忠 我在这里和您一起 文化中国 欢迎回到文化中国的现场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朱老师的表演 朱老师换了一番装束之后 跟刚才在舞台上的形象 是不太一样 给大家介绍 琴枪演员 朱凯娥老师 这个朱老师旁边的是 中国戏曲学院的海震教授 我们刚才前面谈了整个义族社 这一百年来的 这个大致的这么一个经历 朱老师是什么时候 进义族社的 我是98年 98年 在这之前是学系吗 还是 在这之前也是到别的文艺团起 从艺术学校毕业以后 我是从县级剧团 然后走到艺术社的 那就是一定是在县级演得很好 才能进到县级的程度 才能进义族社 那一宿社是当时在我们陕西 就是琴枪学是最高的琴枪学府 大家就是所有的琴枪演员 就是很仰慕的地方 其实请两位来 我们想我是个外行 这个戏曲本身就是外行 再加上琴枪就更外行 但是有些问题 确实可能能代表 除了陕西人之外的 其他一些人对琴枪的那种感受 首先我们了解琴枪 我刚才说是窗口 就是张艺谋的电影 然后王全安的电影 就是三枪拍案惊奇里也有 白鹿园里也有 那是带鬼迈啊 疼啊痛啊 海教授 那个是我们印象当中 那个琴枪是你们概念当中的 那个琴枪吗 其实在电影里边 出现的一些琴枪的片段 它主要还是从剧情的角度 的考虑 实际上是把琴枪作为素材来使用 OK 叫广义的琴枪 我觉得这些 我们通过这些影视作品 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这些琴枪 我觉得对琴枪也很有好处 就是通过这些 大众的传播的这种方式 我们了解了琴枪 当然虽然不是太全面 但是我觉得这些导演 也是非常有想法 所以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体现出来了 但是我是不太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挑选的 全是那些其他戏曲里面 很少见的那种 有时候是那种高腔 然后再拐弯的那种 气幅比较大 气幅比较大 这给我们造成了一种 琴枪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这是错觉吗 我们对琴枪的印象 就高亢积月 对 这没问题 这个感觉是对的 但是琴枪又不完全是这种 就一味的高亢积月 在清代 在清代的时候 它比较高亢积月 但是后来逐渐逐渐的 有变化 你比如刚才海娥唱的 很委婉很动听 对 我觉得这个随着时代 这个音乐的风格 是有变化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您说清代 更高亢积月一点 为什么 清代它是一种 最早是草根式的 是农村的这种 就土台子上唱戏 对 庙台上露天的演出 那就是需要那样的唱法 那后来进了剧场 这个琴枪音乐的这个 从高亢积月 到最后刚柔并济 艺术社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陕西 就是为什么 就是用这吼琴枪 尤其是在农村 有些老百姓 就喜欢高兴地 干活的时候 就随便就 吵开嗓子 我就随便就可以唱 所以说是 叫人感觉是吼琴枪 其实说吼 也是它一个含的 就是里头 就是花脸 这个行当 它的发声方法 跟其他的行当 不太一样 对 花脸就是在 就是能代表琴枪那种 最能去现在 就是它的唱枪方面 能体现那个 陕西人的性格 粗犷 唱到那个味儿上 好像不能 就是不过瘾 不过瘾 就是那喊出来 特别过瘾 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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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k 我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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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脸的唱唱粗号就是过瘾 听起来就是很连连尽致的那种感觉 那其他的行当呢 其他的行当就是虚声 现在戏曲也讲究科学的发声 我特别怕科学这俩字 就是科学发声 您知道就是在整个民歌界 就一直有这种争论 就是你一旦一科学发声了以后 最后就前人一面了 地方戏曲要是一科学 所以这上面这一会儿说的是科学的发言 就是运用气息 海教授什么观点 我知道您提这个问题的背景 就是我们民歌的这种唱法 大家都唱的一样 然后就说那是科学的 其实那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唱法 那我们现在说戏曲 戏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除了它的腔调以外 它的唱法也很重要 为什么陕西那么多 现在目前的这些演员 只要一开嗓 他听广播都知道是谁唱的 因为嗓音跟嗓音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我爱用火 腰剪则则刺刺刺刺刺刀 飞火猫 汉烟八燎尽劲 飞火猫八燎花 冰烂灾烂 一分钟 二公分 成天柔道 把大家向 seat 安大险 尽劲 联房大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后来我们称之为名歌 称之为通俗的这种唱法 在我们的戏曲员的身上 现在是多多少少有所体现 有的人唱出来的戏它不像戏 它又像戏又像歌 所以后来有人就把它定位叫做戏歌 就您刚说的 已经没有我们戏曲本体的特色了 你就失掉了一些戏曲固有的东西 但是对于新观众来讲 年轻观众来讲 他觉得这个好听 更易于接受 所以这个在我们这几年实践过程中也是很矛盾 因为我最近看这个资料 就是看到这个游泳总他们开始给秦枪做一些大型的包装和一些新元素的这种植入 然后让他的整个声光电视觉效果全都会不一样 然后但是又把它依附在秦枪这种 这种古老的这种戏剧形式 这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源于改制之后 我们把秦枪的市场进行一些细分 那这个孟茴长安这台演出 就是我们把多种的艺术元素集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台旅游演出 就是给外地来西安旅游的 来陕西旅游的这些朋友们看 这是细分市场的 细分市场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艺术大剧院 我们花了三千万把它进行 重新进行了这个硬件设施的更新 另外呢 就是把交响乐 把舞蹈和现代的舞台手段 全景式的艺术再现 但是里面最核心的元素是秦枪 你纯粹给外地的游客来看你的原原本本的 原汁原味的秦枪 原本大戏 看不动 这个根本看不动 真的是看不动 也看不动 那么这样一种形式 他能接受的一种形式 让他了解其中秦枪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家里呀 啊啊啊 家里、啊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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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夭 拜拜 啊 啊 啊 如果当地的人去看了你这个 然后会说你这个东西不是原汁原味 你们有压力吗 那有 有压力 也有一些观众也说 这个不是琴枪 不是我们的琴枪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们真的从市场细分上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小剧 立足社的小剧场 我们前两年花了1500万 我们的小剧场把它重新的修旧如旧 那么是挺真正的戏迷 你喜欢这个琴枪的这个本戏啊 折子戏啊 经典戏 她的是在这看朱老师 这是传统的 哎 这是原汁原味的景象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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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公布量增加了收入是不是也能 对 那是肯定的 所以 过去呢 改制之前 人分三六九等 嗯 因为有事业的身份 有大集体的身份 还有所谓临时工 那么改制之后 就完全打破了这样一种身份的限制 大家都一样 这个按 你的能力 按国家办法的支撑 来兑现你的这个功能 嗯 重新规划这个薪酬体系 原来他们改制之前 每一年 巨石 文化局 政府 巨石唱演出 就是两个巨社 一百多 一百多 一百来场 嗯 嗯 那么去年我们的统计 我们 一千零六十九场 这一千多场里面 让演员和整个这个演出量 工作量全都 全都增加了 繁荣了 这很好 因为是把几个 呃 琴枪剧院合在一起了 然后交给了曲江 因为曲江文化事业做得好 对 然后曲江有钱 嗯 所以就就交给他们了 那么曲江把这一块繁荣起来 到底是真的 是把票房做起来 把市场做起来 还是 没关系 反正既然交给我了 我用别的项目来养着你 我也让你 呃 这个下基层也好 慰问演出也好 工艺演出也好 我也让你整个都运转起来 那像琴枪剧团 主要还是以繁荣 和他自身的发展为主 嗯 就是根本没有指望 你有多大的票房 嗯 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嗯 这个 在目前来讲 呃 是不现实的 嗯 所以 我们每年有文化产业的扶持资金 嗯 有我们 还有一些门面房的收入 嗯 加上巨幕的创作 也是给专门的经费 嗯 所以这一块 我们去年总 总体的收入 是四千万 嗯 但是主营收入 就是演出收入 这一块儿 尽管 呃 比原来增加了有四 有有 四五倍 所以主营收入 那还是有很大的提高 嗯 那这几年我们新牌的大戏就有七八个 那当然这个戏需要不断的再去打磨 嗯 但是至少 嗯 把它立起来了 嗯 这都是 嗯 曲江的文化产业扶持资金 嗯 文化产业扶持基金 给我们 主要目的还是先繁荣 这个事儿等于曲江 拿出钱来 其实是分担了原来政府 解决不了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长春同志 这个09年的5月19号 到我们那去考察 试查 他就肯定了这样一种做法 就是认为把这个丢掉了一个行政婆婆 嗯 找到了一个资金婆婆 嗯 这个这个方向是对的 把这样一种传统宴团 交到一个国有的大型的文化企业里面 有利于它的发展 嗯 这是原话 但这是长久之际吗 然后他营造出来的演员也好 剧院也好的这种 这种繁忙 会不会是一种表面的东西 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院团 最核心的工作 还是要创作更多的 这个观众喜爱 嗯 这个 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 主权力的东西 这是我们最首要的一个人物 所以中央提出出人出戏 对 然后再出效益 对 还是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的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 不但是抓新戏 而且也是 抓这个演出质量 嗯 抓演出场次 嗯 让更多的群众 享受到基本的文化权利 嗯 这个是我们一不容辞的责任 嗯 至于这个 您刚才提到的 是不是个长久之计 我觉得 我们也在摸索 这个国有传统演团 来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子 因为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 会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 其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做艺术创作这一块 跟市场完全衔接 都面临这个难题 对 所以 只是可能在中国 我们是找到了像区江这样的 国有的大型的文化机构去承担 在国外更多的是 私营的基金会 和大型的企业 靠税收靠捐赠 转换成为一种社会 才能维持 资源去支持这种 所以可能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 是 合理的或者说更好的一种解决方式 对 朱老师我想问 我看的一个资料 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说 现在真正老秦江 就是你们原汁原味的那个 他的观众80%是50多岁的人 或者往上的人 是这样吗 基本上就是50岁 现在一般就是40多岁 占了70多 80 两种 两个情况 一种情况是 随着现在二三十岁的人 变成四五十岁 他们会逐渐进入到你的这个 队伍当中 第二种情况比较可怕 就是那些人不进来 四五十岁的变成了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然后失去活动能力 消费能力和热爱和关注之后 那时候秦江唱给谁听 像这个呢 就是德威姆现在的秦江员 就是作为第一方戏 很多政府 就是尽量去推广 让年轻人慢慢的喜欢他 就是认识他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就是也像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也经常谈到就是断代 政府包括我们很多院团 现在就是想尽办法 就是让这个断代层结起来 从业者本身 这个是一个当务之急 他是没办法 就是每天都在做的事 包括去将投这么大的资 去做推广普及 送戏下乡 对 包括公益演出 进院校 进场化 学校 都是为了这个 海教授 这能解决吗 我 我不悲观 我觉得这方面 有很成功的经验 就是白先勇先生做的 《青春白牡丹庭》 《青春白牡丹庭》 那据我所知呢 他在做这个之前啊 做了就是在美国演出之前 做讲座 中文的讲座 英文的讲座 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坤曲的 他那个演唱的剧本 都是古典文学 那这些中文系的学生 或者历史系的学生 他对这个有很自然的亲和力 然后我觉得做的很成功 我觉得你说单戏以后没人 我觉得 《青春白牡丹庭》 包括其他剧种都不会 因为戏曲传统文化 它的节奏比较慢 慢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年龄的时候 他接受那现代化的 那是快节奏的那些文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慢慢的 他的资深 生活节奏也慢了 然后他去慢慢的去欣赏那些 也慢慢就多了 我现在就是有很多戏迷 就是以前他就是不喜欢《青春》 他听不懂 他说他哎呀我这几年 我发现我喜欢上《青春》了 他真的很好听啊 朱老师挺乐观 海教授也挺乐观 但是我就想就《青春》版牡丹庭 因为我也是跟踪了很长时间 这个这个这个 我觉得他特别美 看过的都说好 美轮美奂的 但他像个盆景 如果把他扔到市场上来 他能够完全达到一个自我循环吗 其实我们对他的商业的价值 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是吧 我觉得他的价值主要是文化的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也会对这个异文化 中国以外的文化也会有兴趣 所以我们有时候好的艺术 当然需要观众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着急 我们有时候还得有一点耐心 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艺术做好 在三十年之前 我们其实在物质上 是一个相对贫乏的社会 我们在精神生活领域 也是一个相对闭塞和单调的社会 在那种环境下 很多地方戏 很多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大众的娱乐和文化消费 比如像在陕西的秦江 比如像全国范围的北方 象省 在山东 山东快书 在南方 有很多地方戏都是这样的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精神生活 逐渐丰富啊 它逐渐会使原来的这些大众的文化形式 变成为一种小众的文化形式 这个对于从业者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 它就是社会进步 多元化之后的一个必然过程 所以就是放在这么一个社会背景下 我们再去探讨秦江 再去探讨整个艺术社百年的这种流转 和今后一百年会变成什么样 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思路可以被激发出来 我们今天现场我身后是我们文化观察团 我们特希望他们能喜欢秦江 因为他们年纪轻 但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 然后要想让他们喜欢 恐怕我们得先经受住他们心中那些问题 所以我们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请进文化观察团 摇滚乐队跟艺术家 然后在艺术大军院来一个跨界的演出 有可能吗 试一下呢 挨骂就挨骂了 我们都不怕 我怕观众打起来 这我挺期待的 有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孩子去学秦江 那知道就要看孩子有没有这个兴趣 而且他有没有这个条件 那么现在你的生日怎么样 你问的比我很 写手大师 共画大事 我只想让相声上了那个试 他们前面的历史责任是上台 你的责任是上市 有些的演员现在把传统的东西改了 改完之后了 又不叫传统的 也不叫现代的 叫一二合一了 作品一个中国的品牌 中国整个的经历发展到今天 就它整个土壤太需要好的品牌 艺术社是在城市发展下 唱秦江最终能进艺术社是梦想的归宿 对 秦江就是它的唱江方面能体验那个陕西人的性格 粗矿 三十的晚上 吃那饺子我不知道什么份 观众跑了 观众哪去了 观众玩iPad 永远也忘不了挣了四块六毛钱 倾听智慧声音 探寻文化价值 我是马东 我在这里和您一起 文化中国 欢迎回到文化中国的现场 我们请进今天五位年轻的文化观察团 谁先说 我是一个摇滚乐的乐队的经纪人 然后就是像西安黑洒乐队 不知道各位老师应该是知道吧 知道知道 然后他们也是在音乐里 就是融入了秦江的一些元素 就是不知道三位老师对于 像现在的年轻人用这种方式传承和推广 秦江各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它的那个唱法里面 借鉴了一些我们里头的风格 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秦江 其实它里边的有些说Ruff的 其实就是我们秦江的快板的那种节奏 秦江跟摇滚乐的这个结合 当然我们不说它是秦江 但是他们这种形式 这种嫁接 摇滚乐队跟艺术家 然后在艺术大剧院来一个跨界的演出 有可能吗 试一下呢 挨骂就挨骂了 我们都不怕 我怕观众打起来 那你首先要跟观众声明一下 但至少这个岁数的这样的女孩 会进到剧场里面 三位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海老师 我知道秦江在2006年 它就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不是意味着秦江这门艺术已经进入了晚年 老年 首先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说法 我是有点保留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英语法语来的 英语法语是 Aural Intangible Heritage 这个有的学者认为 它不应该翻译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该翻译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就是如果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有一种静态的感觉 是 如果加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它就有了它动态和活性的那一部分 是 我觉得戏曲应该是有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的 宝贵的这个艺术原样保存下来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怎么随着时代发展 那么大的剧场要人走进来 你要给提供走进来的人他们想看的东西 我们在这几年的实践过程中 也就是刚才海教授说的 我们就关注两个人群 一方面就是老戏迷们 经典传统的东西一定要呈现给他看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 从新创作的计目中找到新的观众 要动用这个新的舞台手段 在音乐上 还有符合相对年轻人的一种心理节奏 心理节奏 心理节奏 变成了现代版的调侃式的扎美 当然老戏迷们也骂 这我挺期待的 我作为尝试 他年轻人觉得好玩 故事也给他讲 就是这么个故事 但是我们是这种完全颠覆的一种表达方式 骂的您就还听老版的继续玩了 新版的让 所以我们在做尝试 对 老师好 首先我想问朱老师一个问题 我身边也有些学戏曲的朋友 但是呢 其实像戏曲这样传统文化的行业 似乎生存越来越难 怎样去在这个行业能够更好地生存呢 我在作为戏曲员员 跟现在其他的文化还有这个艺术 我觉得戏曲员员是最难的 也是最苦的 因为他打小 他就练基本功 在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 现在就是很多 尤其是年轻的 都干的 有点就没劲头了 就是演员收入 还就是不如 现在什么唱歌 艺术歌 红了 我身价多少多少 出场费多少的 戏曲员就是没有这个 但是我对 就是说已经走上这个 这个戏曲行业的这些人 我觉得是 只要你做好 还是有观众 有人去欣赏你 我还想追加朱老师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提到收入的问题 那么我想冒昧的问一下 我觉得收入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你的收入怎么样 满意吗 我觉得就是肯定 比我以前就是 改制以前的工资 就能翻三分吧 你问题问的比我好 而且我之前就是 他还是随着你的支撑 嗯 还可以再往上走 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三位老师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好 有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孩子 去学琴枪 知道就要看孩子有没有这个兴趣 而且他有没有这个条件 对 我觉得我做一个调查 就是我们秦江俊的 二三百名职工里面 真正让他的孩子 学这门艺术的那 凤毛领角 有的孩子想干 但是他没这个天赋 我还不想让他干 对对对 不是我不知道他没有天赋 我下功夫也是白想 对对对 我女儿跟我一样五音不全 那就甭干这个 就是忙我点别的 来小伙子 我们往后想 假如说十年以后 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一个琴枪的剧院里面 你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再叫它传统琴枪 还是那个时候你们已经 也可以把它改做改称为现代琴枪 流行琴枪 还是我觉得还是不能说是把它混为一起的 只能说是一部分 传统的东西一定得坚持 继续既要继承也要革新 那艺术家们 怎么在一出戏里既要继承也要革新 就很难 那如果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作为两个工作 我们分开做 我们新的我们就是创新 然后传统的我们就保留 可以分开弹 但是有时候不能分开做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怎么讲 你比如就拿我们就是前几年艺术社 排的这个柳河湾的新娘 这个咋一听真的是琴枪 我觉得这是一种继承 但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发展 就是要年轻人要能入耳 要能听进去 觉得是琴枪 但是是很好听的琴枪 老戏迷也可以接受 新观众也可以接受 应戏曲的走到今天 应该是在继承的技术上 要有所发展 我特别同意您最后说的这几句话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给任何结论 要是这些事能在一个节目里面讨论清楚 那它就不是问题了 对对对 所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要谢谢三位 来跟我们分享这些观点和故事 也谢谢文化观传团 那么电视机县的观众呢 可以通过文化中国的新浪官方微博 和人人网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也可以在爱奇艺网站 收看我们节目的整个视频 我说我特别同意您最后那几句话 就是拿着这么一本厚厚的 这个艺术社的这么一百年的画册 你会发现它重要的东西是在变化 如果没有变新细 就没有百年前的艺术社 我们今天听到的 就还是一百多年前的琴枪 其实它是不可能到今天 我们今天往后展望一百年 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 那时候也还有 只是在谈论的可能是以今天为基点 这就是整个艺术发展的一个规律 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内 我们去探讨关于文化 关于艺术的问题 一个核心的观点 就是它在变化 我们不能用一时一地的观点 去固化 去封闭我们自己的目光 把目光打开 也许才是一个好的讨论的开始 这里是文化中国 我是主持人马东 下周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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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